注意看,这个男人竟然要用车牌越狱 确定了这个想法后 他就开始苦练壁虎神功 只见他,仅用双手紧紧扒在床板上 就像壁虎一样,嘴里不停地数着数字 直到数到230秒 掉了下来,壁虎哥拿起指开始记录 通过纸上的数字可以看出 他已经练了很久了 从190秒不断刷新记录 这一次,他又多出5秒 从225秒达到230秒 这相当于4分钟的时间 足够他越狱了 壁虎哥在监狱里负责制作车牌 机器做出成型的车牌 刚到壁虎哥的手里 他故意将车牌折完 随后他拿起车牌向狱警展示 狱警表示,扔掉 他盯着狱警,将车牌塞到柜子的夹层里 关上柜门 做完这一切后 壁虎哥再次回到工位上 他要攒够十多个车牌 为越狱做准备 当然不能天天做出残词品 会被发现的 壁虎哥半个月偷一个 半年后,终于凑够了 壁虎哥算准时间 趁着倒垃圾的时候 一旁的手位松懈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车牌 藏在垃圾桶里 然后,抱着车牌溜到货车后面 他竟然把13个车牌连在了一起 越于最关键的一步 壁虎哥用车牌将自己伪装起来 利用自己连旧的壁虎神工 紧紧抓住汽车底部 检查人员拿着镜子查看车底 壁虎哥心里一紧 默默地开始数数 天哪,都数到150秒了 车竟然还不走 随着检查人员的一声放行 货车终于启动 壁虎哥成功逃出了监狱 这次趴在车下 打破了壁虎哥之前的记录 超出20秒 壁虎哥终于呼吸到外面自由的空气 他只遭出声音 司机停倒后停车 壁虎哥猛然窜出 一棍子敲碎车窗玻璃 把司机从驾驶时拽出 对着司机脑袋直接下狠手 司机当场原地升天 副驾驶的女孩被打晕 这个逃犯叫做壁虎哥 是个狐气狂魔 有人骂了他老婆 他就杀了那人被判25年 审讯期间就曾经逃跑杀害两人 可见这个壁虎哥 比蜥蜴还凶残 与此同时监狱的另一边 也有一个狠人选择了越狱 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方法 狠人是一名死刑犯 12天后将被处决 为了保命 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逃出去 他在医院工作 趁医生打电话的时候 偷偷将白布塞到自己的裤子里 然后一切照常进行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整理货架时 又顺手拿走一盒回形针 塞到后面的口袋里 很快到了执行死刑当晚 在进行第二轮电流检查时 狠人将白纸钮成团 塞到织筒里 然后拿出自己用回形针制成的小铁叉 等到所有的灯都熄灭时 将小铁叉插进电源插座里 引发短路 短路的火化点燃指团 继而点燃床上的衣物 造成火灾 狠人甚至烧伤自己的手臂 果然是狠人啊 警报声响起 狠人大声呼救 救我出去我被烧着了 警察连忙赶到灭火 把狠人带到医生那里治疗 他一把夺过医生手里的麻醉剂 给医生扎运了过去 然后挪开铁柜 墙壁上竟然有个大洞 狠人从洞口钻了出去 顺手将柜子挪回远处 顺着通风管道来到通风口 他掏出之前的白布 拿出记号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随后沿着管道向上爬 挪开铁死网 就来到了地面上 狠人举起鲍鱼混在游行人群里 一个女人注意到了他 好心将他把鲍鱼挂起 却发现了他的逃犯身份 被狠人用白布蒙住身体 直接打晕 开着女人的车扬长而去 FBI探员 查理和光头强负责抓捕壁虎哥和狠人 他们想到绝妙的办法 从监狱找来四个有一技之长的重刑犯 负责帮助破案 他们是四牛组合 第一个太牛 人狠话不多 第二个黑牛 四个江阳大道 第三个美牛 擅长美色诈骗 第四个制牛 天才分析专家 条件是抓到逃犯 可以永久转入待遇更好的监狱 附带减免刑期 中途一旦逃跑刑期翻倍 这四人一听说能践行 纷纷举手同意加入 壁虎哥越狱很快闹出了大事 一行人赶到犯罪现场 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 被殴打致死 这个人是壁虎哥的高中死党 警察看到冰箱上留下的提示 巴亚尔他港 看来壁虎哥逃往了墨西哥 太牛检查过地上的血迹后 提出反对一件 这不是被害人写的 致牛随身附和 如果被害人能爬到冰箱那里留下提示 为什么不再爬个十英尺直接报警 美牛总结二人发言 得出最终结论 壁虎哥是在舞蹈他们 在壁虎哥的家里 大家尽力搜查 希望能够找到证据 助手提供线索 壁虎哥曾获同两人抢劫银行 整整50万美元 三个嫌疑犯现在还没有落网 查案时 他们来到餐厅吃饭 美牛顺手救了致牛一小搓头发 洒到钢点的汤里 随后叫来服务员 成功免单 一番操作看待了旁边的查理 在离开时 查理突然转头叫住了太牛 问他餐刀在哪 太牛摇头 说自己不知道 查理推理出 你是左撇子 餐刀一定藏在你左脚的娃子里 私藏武器是禁止的 你们毕竟还是犯人 太牛狡辩 太牛低头准备去出道 手铐直接靠在了太牛的手腕上 查理拿着衣服离开 太牛被踢出了团队 返回监狱 他们来到壁虎哥同伙家里调查 黑牛负责撬开门锁 进门发现 同伙已经挂了 查理想到抢劫计划的如此周密 其中一定有银行的内鬼帮忙 同时光头强准备拿同伙的手机 却看见了桌子下面藏着一部手机 页面显示正在通话中 他们的行动竟然被壁虎哥窃听了 光头强对着手机大喊 壁虎哥却一脸不屑 美牛和助手调监控 发现了壁虎哥的帮凶 抢劫案发生一周后 银行内部的帮凶辞职 他买下一家酒吧 和他的弟弟一起经营 美牛和制牛假装夫妻来到酒吧 酒吧的酒保是帮凶的弟弟 美牛想从酒保口中得到帮凶的取出 他不断向酒保放电 上前与酒保搭讪 酒保怪怪上钩 酒保问你老公不是在那边吗 美牛表示 我老公天生喜欢绿毛子 好家伙 这也行 酒保胆子大了 要与美牛开车 美牛则趁机偷走酒保的手机 然后说等一等 他找借口出门 在手机上想寻找帮凶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手机响了 酒保追了出来 马上察觉到情况不对 一只手捏住美牛的手腕 想要夺回手机 另一只手掐住美牛的脖子 威胁一旁的制牛不要乱来 美牛为了活命 就要说出全部真相 制牛偷偷用手机发送暗号 查理和光头强去支援 酒保劫持了美牛 查理在一旁与酒保谈判 不让光头强开枪 光头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五秒钟后直接开枪 打中了酒保背后的玻璃 酒保受到惊吓 松开了美牛 制牛趁机逮捕 查理很生气 责骂光头强乱开枪 光头强回队 查理是个连开枪都不敢的娘娘枪 美牛很聪明 只要拨通帮凶的号码 就能得到地址 他们火速赶往帮凶的家里 看到被绑在椅子上的帮凶夫人 原来 壁虎哥想要知道钱的下落 绑架了帮凶的女儿 在追踪时 查理发现了新的线索 像壁虎哥这样凶狠的人 是不会留下一个活口的 而陶玉石 车上的女孩只是受了轻伤 显然他们是疑伙的 女孩是壁虎哥的女友 陶玉石帮助壁虎哥吸引守卫的注意 之后为了摆脱嫌疑 不得不来假装被打 二人会合后 拿到五十万就要远走高飞 黑牛确定了壁虎哥的逃跑路线 在加油站果然遇到了 黑牛和美牛假装情侣吵架 壁虎哥不想生事 想开车就走 黑牛情急之下 对壁虎哥的女友开马 你个臭男们 堵住我们的车 户漆狂魔壁虎哥忍不了 直接出来掏出手枪 对准黑牛的脑袋 潜伏的光头枪一看不好 举枪上前支援 二人持枪对峙 黑牛上车解救帮凶的女儿 却发现女儿的身上被绑了炸弹 壁虎哥嚣张地举起手机 威胁他们 如果自己走不掉就引爆炸弹 查理没办法 命令光头枪退下 壁虎哥还在不停挑衅 让光头枪开枪 考虑到别人的安全 光头枪双手摊开 就要放壁虎哥离开 千军一发之际 查理开枪击中壁虎哥 壁虎哥倒敌不起 手机也掉在了地上 壁虎哥不死心 想要拉着所有人给他陪葬 手指即将引爆炸弹 忽然 一只脚踩住了壁虎哥的手 原来是光头枪 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壁虎哥的脑袋 就这样壁虎哥被逮捕归案 很快 越狱的狠人也被成功抓获 看来查理在关键时刻 还是敢于开枪的 然而在另一所监狱 有个凶残的囚犯有越狱了 对面叫托语之王 本期问题 你喜欢看越狱的电影吗 喜欢看扣三一 不喜欢看扣三二 随便扣三三 全是罪犯的团队 也可以做出贡献 有时候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当然 穷凶极恶的歹徒 一定不能用 要用那些心理善良的 被冤枉的囚犯 本片好看 推荐这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熊家族 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